最近有很多诈骗集团 其实都特别锁定这种高收入人士 台中有一名张医师 日前在网络就加入着 投资获利的LINE群组 跟双方约定面交60万现金 后来医生惊觉被骗赶快报警 警方发现这名诈骗集团 居然是一名香港男子 两天前才入境台湾 专程来当车手 来 收拾你的证件 警察 等一下 等一下 警方跟街埋伏 男子一身西装笔挺 站在大街上滑手机 滑里外表下却是诈骗车手 顶下 手机拿出来 来 爬下 他不是好人 你香港人是不是 境外人士来台当车手 警方也很压抑 起因于台中一名张医师 在网络加入投资获利群组 对方要求汇款或面交 过程中医师惊觉有意 跟警方报案 决定以诱捕侦查来抓人 双方约定碰面后 对方特地从香港飞来台湾 要面交六十万元现金 那你有带收拾来吗 有 等一下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今天交易的 是多少 六十万 好的 那我先先给你上去 六十万元一到手 警方随即上前抓人 这一名二十九岁 省性男子变成是从香港 来台湾找工作 但手机对话记录查出 故事被诈骗集团派来台湾当车手 马上将这位车手送逸杰组来侦办 那日前也获得一个起诉 处分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连香港人也来台诈骗 还好被害人激进 第一时间报警察证 警明连手抓人 接着蔡队林宏吉台中报道